今天要讲讲网红四叉猫 他可是台湾直播界的一股清流哦 四叉猫很幽默 直播起来又好笑又有趣 而且他很勇敢 敢讲真话 敢揭发社会上的坏事 他常常出现在新闻事件现场 用镜头把第一首消息传给粉丝 难怪这么多人喜欢他 四叉猫直播的时候很轻松很活泼 说话也直来直往 第一首消息传给粉丝 让大家看了哈哈大笑 同时也会开始思考一些社会议题 他很真实 不做作 就像一股清流 给纷纷扰扰的网络世界 带来一些正能量 四叉猫的直播风格独树一致 他的幽默感和真诚 让人无法抗拒 每当他开直播 总是能吸引大量观众涌入 大家都期待着他的最新分享 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趋势 还是社会上的重大事件 他都能够用轻松幽默的方式呈现 让人看了既开心又有收获 他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大家的网红 更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四叉猫经常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关注社会不公 揭露真相 为弱势群体发声 他的勇气和正义感 让他在粉丝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四叉猫的直播内容丰富多样 从美食探店到旅游分享 从时事评论到社会观察 他的每一场直播都充满了惊喜和乐趣 他的粉丝们不仅仅是观众 更像是他的朋友 大家在直播间里互动交流 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 四叉猫的成功 离不开他对直播的热爱和坚持 他每天都在思考 如何创造更好的内容 如何让观众有更好的体验 他的努力和付出 让他成为了台湾直播界的 一颗散亮明星 总的来说 四叉猫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网红 他用自己的方式 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欢笑和思考 他的真诚和勇敢 让他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希望未来 他能继续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 让我们一起见证他的成长和成功 直播惊魂 小草偷走直播器材 不过 最近这位大家都喜欢的网红 竟然在直播的时候 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当时 四叉猫正在户外直播 跟粉丝开开心心的互动 突然 一个叫做小草的路人冲进镜头 一把抢走了四叉猫的直播器材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四叉猫完全措手不及 直播间的气氛瞬间变得超尴尬 四叉猫怒火中烧 绝不姑息 遇到这么明目张胆的偷窃行为 四叉猫当然又气又恼 他马上停止直播 然后在脸书和IG上发文 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大家 也表达了他的愤怒和无奈 四叉猫说 直播器材不只是他工作的工具 更是他和粉丝互动的桥梁 并且强调 这样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他说 这不仅仅是偷窃 更是对他和所有支持他的粉丝的一种背叛 在他的贴文中 四叉猫还提到 这些直播器材 是他多年来辛苦积攒的成果 每一件设备 都承载着他对直播事业的热爱 和投入 小草的行为 让他感到自己的努力 被无情地践踏了 他表示 这次事件 不仅让他蒙受了经济损失 更让他感到心灵上的创伤 四叉猫的粉丝们 也纷纷在他的贴文下留言 表示对他的支持和同情 他们说 四叉猫一直以来 都非常用心地经营他的直播间 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很多粉丝还表示 愿意捐款 帮助四叉猫 重新购买设备 让他能够继续他的直播事业 四叉猫 感谢粉丝们的支持 但他表示 这次事件 让他更加坚定了 要追究小草责任的决心 他说 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所有在网络上 辛苦工作的创作者们 他希望通过这次事件 能够唤起大家 对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的重视 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最终 四叉猫决定报警 并且将所有的证据 提交给警方 他希望通过法律手段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并且给小草一个应有的惩罚 四叉猫说 他不会姑息任何对他和他的粉丝 不尊重的行为 这次事件也让他更加坚定了 要保护自己和粉丝们的决心 报警处理 正义的铁锤即将落下 为了让小草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四叉猫决定报警处理 他到警察局报案 还提供了相关证据 希望警察可以快点抓到小草 四叉猫说 他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也相信正义一定会得到三张 赔偿金的完美计划 iPhone 16和日本之旅 四叉猫后来在直播中透露 如果最后有拿到赔偿金 他会用这笔钱 去买最新的iPhone 16手机 这款手机拥有最新的科技和功能 让他非常期待 四叉猫表示 这不仅仅是一部手机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提升 能够帮助他更好的与粉丝互动 拍摄更高质量的内容 还打算去日本玩 好好犒赏自己一下 他说 这次的意外 让他更珍惜和粉丝互动的时间 也让他更坚定要用直播 传递正能量的决心 四叉猫计划在日本旅行期间 参观一些著名的景点 品尝当地的美食 并且拍摄一系列的旅游视频 与粉丝分享他的经历 他希望这次旅行 能够让他放松心情 重新充电 并且带回更多有趣的故事和经验 四叉猫还提到 他会在社交媒体上 时时更新他的旅行动态 让粉丝们也能够感受到 他的喜悦和兴奋 这次的赔偿金计划 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奖励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 让他更加坚定地走在创作的道路上 网友热议 支持四叉猫维护权益 四叉猫直播器材被偷的事情 一传开 马上就在网路上 引起热烈讨论 粉丝们都留言支持四叉猫 也一起谴责 小草可耻的行为 大家纷纷表示 小草的行为 不只是伤害了四叉猫一个人 更是破坏了社会的规矩 希望法律可以好好惩罚这种行为 后续发展 小草会受到法律制裁吗 现在警察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了 小草会不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呢 我们会持续关注事件的最新发展 直播安全敲响警钟 如何保护自己 四叉猫直播器材被偷这件事 也给所有做直播的人敲响了警钟 在户外直播的时候 一定要提高警觉 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四叉猫的正面影响力 勇敢说不 四叉猫在面对这次事件的时候 展现出勇敢维护自己权益的决心 也为大家树立了好榜样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 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 要勇敢地说不 并且积极寻求法律的帮助 期待四叉猫回归 继续带来欢乐 虽然发生了这件意外 但我们相信四叉猫一定会用更积极 更乐观的态度回到直播 继续为粉丝带来欢笑和正能量 结语 维护正义 人人有责 四叉猫直播器才被偷 这件事提醒我们 正义需要大家一起守护 让我们一起努力 创造一个充满正义